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岩层记录的地球历史 许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地球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只不过他写日记的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 他用整个地壳的岩层变化来写日记 首先我们先介绍岩浆的活动 这些岩浆来自于地球的内部 不同的岩浆会造成不同形式的火山形态 最壮的火山主要是因为多次火山喷发所造成 它的岩浆比较粘,流动性不好 所以每次喷发之后都会在火山口留下高耸的痕迹 以下介绍智利火山喷发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浓浓的火山灰冲向天空 有11次喷发可以爆出好几千吨的火山灰 这是意大利维树威火山 它的火山口形状非常明显 公元79年,维树威火山突然爆发 沉重的火山会一下子将来不及逃难的 庞贝城居民掩埋覆盖 根据记载,当时的火山爆发 大约使得庞贝城十分之一的人口上升 照片中看到的人体 是后来考古学家将火山会的坑洞灌入石膏得到的模型 大部分的人都使得很痛苦 有些岩浆流出地壳的方式比较和缓 通常是因为这一类的岩浆属于玄武岩 粘度比较小,容易流动 以下的影片可以看到,岩浆流动的时候 表面接触空气冷却的时候,立刻形成岩石 澎湖是典型的板块张列所形成的火山 岩浆大部分是玄武岩,所以地貌平坦 有些时候,岩浆在喷发的时候,会在地底下穿过岩石的间隙 所以冷却以后能留在岩石当中 与原来的岩尘有着明显的差异 我们称它叫做岩脉 岩浆形成之后,往往因为地壳的变化而会有所变形 这张照片所看到的就是岩浆被扭曲变形的样子 岩浆的质地如果比较柔软,那么地壳的变动 往往会使岩浆产生皱褶 例如这条毛巾 当它两边受到外力的压迫时 毛巾很容易形成皱褶的状态 这岩浆跟岩浆的皱褶非常相似 皱褶凹下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向斜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两个斜面相对的样子 皱褶凸起的部分,我们称之为背斜 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两个斜面,背靠着背 但是如果岩浆的质地比较坚硬 通常地壳的变动,会使得岩壳 岩浆产生断层,如这张照片所看到的 沉积岩的中间有着明显的插动,这就是断层 想象这个比较坚硬的岩浆,两边如果受到挤压的时候 中间的位置产生斜方向的破裂 并使其中一边的岩浆向上滑动 这样的岩浆我们称之为逆断层 反过来说,如果这样的岩浆受到一种向两边拉扯的力量 使得中间的位置产生斜方向的破裂 这时候其中一边的岩浆会向下滑动 这样的断层我们就称它为正断层 有时候岩浆所受到的力 并不是直接相对的 而是错开像这张图一样 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 这两个力并没有直接面对面 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岩浆会从中间裂开 两边并成一种平行的移动 我们称之为平移断层 这张照片所看到的平移断层是在大陆所拍的 这个断层还在持续成长当中 以上所说的岩浆变化 这是澎湖西域沉积岩的照片 底下一层一层的沉积岩 主要是由石灰岩与微生物所构成 上面黑色的部分就是玄武岩 岩浆喷发所造成的柱状玄武岩 想想看,在地球 每个不同的时期所产生的细小微粒都不相同 于是它们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 越上面的部分代表着时间越新 有时也会受到洪水、河流的冲刷和侵蚀 之后又被不同的细小微粒所堆积 这就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沉积岩 万一有一天地寒软流圈的岩浆压力太大了 岩浆向上沿着沉积岩中间的孔隙慢流 甚至流到地面上来 冷却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中间有一个沿脉的沉积岩 再来,如果不小心又发生了断层的现象 那么整个沿层的结构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我们仔细观察 这个沿层结构1到3的时间点代表的是 不同细小微粒所堆积的沉积岩时期 在第三个时间点之后有了侵蚀的事件发生 也就是第四个时间点所指向的交界面 接下来的第五个时期继续发生的沉积现象 第六个时间点则是岩浆侵入岩层之间形成的沿脉 最后一个时间点则是因为地壳的变动产生了一个断层 所以你看地球将这七个时间点用岩层的形态将它记录下来 有时地壳变动产生的皱褶会使被发生在沉积岩之后 像这张照片 就是四个沉积岩的时期之后地壳产生变动 而产生了一个皱褶 之后又发生了洪水侵蚀 使得皱褶的上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平面 之后如果地壳没有再发生其他变动 就会在上方继续产生新的沉积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地质泼面图 你觉得地球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记录呢? 首先最上面的这条线代表的是最后一个事件 也就是一个侵蚀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XY断层通过了利岩、沙岩与页岩等三个沉积岩 所以这个断层是第二新的事件 第三个新的事件应该是利岩的堆积 但是利岩的堆积过程当中曾经发生了假盐麦的贯穿 所以盐麦的出现应该是在沙岩堆积结束之后 利岩堆积结束之前 发生在盐麦之前的事件应该就是沙岩的堆积 而最早的事件则是页岩的堆积 以盐层所构成的历史时间轴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同时发现埋场其中的化石所代表的时间点 这些生物的化石如果跟时间对待一起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演化的步骤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 所谓的化石就是随着盐层堆积的过程被埋在盐层当中的生物骨头或者是排遗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着化石的存在反过来定义盐层事件发生的时间 例如三叶虫只发生在古生代 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个盐层当中有三叶层的化石 那么那个盐层就是古生代的盐层 其次恐龙化石属于中生代 而新生代开始才有布鲁类动物的出现 所以在不同的盐层当中我们可以细细的品味地球所写下的历史 好,这边有个小问题 有一次小明跟着老师去参加一个考古的研讨会 他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心里面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疑问 他告诉老师说 这张图错了 请问你知道哪里错了吗? 以上是盐层记录的地球历史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